哈喽,这里是你们的原来萌 又快要过年了 所以今天呢,我想画一个很有新年氛围的妆容 整体会有点紧理妆的感觉 其实还挺元气的 关键画上就感觉自带好运了 那就先来画一下底妆 用的是基凡西全新的明星柔光粉底液 它画出来的光泽度啊特别好看 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好像没怎么化妆 是这个皮肤自然透出来的那种柔光感 看它这个流动性啊,其实不是太强的那种 但是呢,很好推开,质地非常的水润 其实像我前几天的话,刚去做了光泽嫩敷嘛 这个脸上啊,还挺干的 但是用这个粉底啊,像这个眼下这些都完全不会卡粉 因为它里面是添加了90%的保湿养肤成分嘛 所以呢,我感觉干皮也可以放心的用 看现在两边脸对比 这边的皮肤是不是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而且它这个光泽度啊,真的非常好看 其实像这个暗皮旧心的粉底啊,它是通过了光线的反射 然后让妆感看起来更透亮 所以就算长时间带妆的话,也不会很拔干 依旧是那种很好看的水光妆效 哇,你们看现在这个皮肤 是不是真的感觉像那发光一样 这个粉底真的很适合像我这种皮肤暗沉的人 画完谁都不知道,其实我天天都在熬夜 真的是暗皮旧心 然后呢,再来遮一下我的这个万年泪沟啊 毕竟新的一年来了嘛,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这些显老的东西啊,全部都要遮掉 然后呢,再来定一下妆 用的是基凡西新年限定礼盒里面的散粉 看这个里面就是全新的四宫格散粉 还有这个新年限定的口红 都是这种红色还有金色的包装 就很像景理的配色 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主题 感觉用了就好运加倍 这次散粉的包装呢,就改成了这种红色的盖子 还有金色的logo 甚至看上去就很奢华的感觉 这个散粉不用我多说了吧 真的是一直都很火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大牌散粉啊 就是基凡西家的 当时吧,就觉得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用它定出来的底妆就既通透又干净 因为它这四个颜色啊 就可以很好的修正肤色 像现在秋冬嘛 我建议就可以在这些容易出油的T区 还有这个脸的轮廓 先来定一下妆 然后呢,再用这个鱼粉啊 轻轻带过一下脸颊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能保持这个底妆的光泽感 给脸上塑造出这种3D的光感 反正我觉得基凡西的这个暗皮救星粉底 再加上四宫格散粉 这两个组成的光雕CP 真的是一对底妆的好搭档 然后呢,就是画上一个有一点眉峰的眉毛 会比较的修饰脸型一点 然后今天的眼影呢,主要是金色和橘色的配色 就会更有景理的感觉 而且拍照什么的也会比较好看 然后再用一个更深一点的橙色 画在双眼皮褶皱里面 再用一个深棕色 加深一下后眼尾的地方 包括下眼尾的位置 也是把它画一下 然后再叠一个非常景理的这个亮片 看是不是超好看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眼妆的点睛之笔了 再把睫毛抓得尽量翘一点 反正就是让眼睛看起来又大又圆 再扫上一个这种偏橘一点的腮红啊 就会比较的日系可爱一些 看,稍微的修一下我的鼻子啊 不用修的太挺 就让它圆润一点 看上去也是会比较可爱一些 接下来呢,就是很重要的口红部分了 用的也是新年限定礼盒里面的这支N888色号 这个数字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吉利 而且它也是金色的管身 加上红色皮革的高定外壳 真的就很贵气的感觉 关键这支的颜色啊,也巨美 看它里面是这种加了金色细闪的膏体 这个颜值真的就让人舍不得用 但是呢,今天还是得画一下 看它是这种半哑光的质地 看,薄涂呢,就是一个这种很提气色的 细闪番茄红 就很适合我们新年见长辈什么的涂 绝对红包拿不停 然后厚涂呢,会更偏这种棕红一点 感觉就会更有气质 而且它这个上嘴啊,就很滋润 都不用再涂润唇膏了 这个绝对是景理本理的颜色 好了,那我再去弄一下我的头发啊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 红运当头,好运连连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